今天是2019年6月21号星期五 这是我做的第六期有关基督教活血控制计划的节目 今天也是为什么做这个节目 平时都很忙也没有想起要做 今天主要是看到那个新闻 就是湖南怀化的那个老师 被杀了之后埋在操场上 过了16年终于裁判案 才把他的尸体挖出来 想到还是就是网上有个人说的是 迪赛亚买了一个英雄 然后讲得上站着一群魔鬼 就说明这些人为了事物的真相 或者坚持自己的原则 还是有人赶出来 劫发这些坏人坏事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人不怕死 所以说而你看看我们的教会 真正站出来指责这些假先知的人 是非常少之又少 然后真正坚持真意的人 可能就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始终不敢露脸 或者是以前心灵不足的原因 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点感慨 所以说我今天接受做这个节目 然后我今天主要是做那个有关王怡的 王怡前段时间比较火 因为他又在搞事 又在搞事 现在是把他抓起来了 现在把他们抓起来 王怡他是基督教活血控制计划的一个主要成员 然后以前袁志明没有出事的时候 主要是袁志明在干这个基督教活血控制计划的大旗 袁志明出事之后 然后海外主要是靠冯雨剑 我以后再说今天主要是说王怡 王怡是国内的港基督教活血控制计划的大旗 王怡他以前主要是工资 然后他以前也是看起来好像在搞民运 但是他其实在民运圈里面已经很少发表文章了 因为他们当时把那个 他们建了三个基督徒之后 他们的民生其实已经开始臭了 臭了之后他们就很少在民运圈里面 就是那个政治论坛发表文章 但他们主要是在基督教里面混号 然后在袁志明没出事之前 王怡他还没有完全出来 但是袁志明出事了之后 因为袁志明就明显不能干这个大旗了 那么就只能再找别人 那么王怡就是首当其冲 他自己挑出来或者是他被派出来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强情 我们只能从那个表面的现象来看 这个在之前也意识到的 因为只有这么几个人嘛 因为王怡是最那个的嘛 是最合适的人选嘛 因为王怡我现在简单说一下 就是根据我所想到的 我们现在能想到的事情 说一下王怡的事情 然后强细的更多资料 你们可以把我的那个核集 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合集 我爱阿珠阿子的那个合集 找出来你们一收那个王怡的关键字 他的那些事情就上布到过个文章里面 我现在简单说一下他的情况 王怡大概是在2003年 2004 05年 差不多这几年吧 就是在他们见不始终的之前 受到喜 然后他们以前呢 是一帮人呢 应该是在天涯论坛出的名字 当然他们最开始是以工资的形式嘛 所谓工资就是批评共产党啊 这些事情啊 然后是社会良知啊 这些形式 但是我以前也说过啊 这叫住朝鱼鸟 坐窝养鱼 就是共产党他们自己成立反对派 来反对自己啊 这个以前都讲得很清楚了 其实就都是党的人啊 王怡 好 我说说王怡 他们当时加入教会之后 王怡还有一个 他就是和于婕走得很近 他基本上是和于婕形影不离啊 然后当然于婕就和刘晓波嘛 这很近嘛 是刘晓波的副手嘛 所以说刘晓波那当然就是整个一说 那都是他是诺贝尔和他后来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吧 那就是完全就是好像是异议人士嘛 其实这些都不是这些都是党的啊 党在搞民啊 是党在领导他们一起搞民啊 好 然后说说他的主要的事情 他加入教会之后 然后他就是2006年 然后就和王怡 于杰 李伯光 他们三个建了 在傅希秋的策划下建了布什总统 我先顺便说一下小布什总统 小布什总统 基于教会有的人说啊 他是当年老布什在中国做大事的时候啊 他是在可能是在港瓦市或者是从屋门的那个教会受得洗 也就是说小布什本身就是三次会受得洗啊 嗯 所以他们在小布什按照现在的说法 他是对共产党特别好的 因为特别是老布什总统 在六十之后就马上就给共产党和解嘛 然后给他们派密使特使去见共产党邓小平嘛 就说哎呀我们要制裁你 这个都是暂时的 很快就会过去 你们忍耐一下 当然他们就最后就对共产党非常好 哎然后然后小布什应该是跟他们合作嘛 是每年的会议 还有那个后来的 呃 呃后来的那个克林顿总统 他们都是都共产党特别好的 所以说共 所以说再加上后来的奥巴马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在克林顿 呃加入了 呃世贸组织之后 共产党就就发展起来了 啊 而其实是主要是老布什 老布什那次在六十之后那么大的屠杀之后 就放过了共产党啊 因为当时他们可能美国政坛有一个呃想法就是说 中国发展了就自然会转向民主社会好现在也没有了 先说一说呃现在就是那个川普总统上来之后 其实就是改变他们的国策了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打贸易战那川普总统就是要改变过去的那种呃 那种的对话政策 所以说我们说说就是他们说当时的那个呃 波斯总统就对中国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他就建了三个啊 建了三个啊 现在来看那个李伯光已经死掉了啊 哎呃我以前说过这些人他们都是冒充基督徒他们的下场当然都不会很好啊 给李伯光也是前几年已经死了嘛 现在就剩下余杰王仪了啊 啊余杰早就在里面大概另一二年就出来了嘛 因为那个时候基督教和解公司计划可能新皇上上台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们应该放弃了这个计划或者是改变了这个计划啊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现象上来看那个时候就没那么火了 哎教会在网上就没有那么火了 没有那么火余杰也就出来了嘛 余杰出来了但是王仪还留在国内还留在国内是秋雨之府教会啊 他那个教会改名字不停地改来改去 哎有一段时间改的是秋雨归正教会啊 这个也是归正宗的 哎所以说这个绝对归正宗啊 余杰啊王仪他们都是一伙的 唐总统都是一伙人 没什么说的这些都是基督教和解控制计划的人啊 好然后他们建了布什总统之后 呃余杰呃王仪 然后在2008年不就就地震了吗 2008年就和他就和林刚 他就和林刚就成立了那个地震的时候就成立了归正联盟 全国归正联盟深爱之约吧大概是啊 啊然后再来就是2008年就参加了远之明的救生人共识啊 余杰远之明救生人共识是一个大暴露啊 他是呃把基督教会里边的所有的特工都暴露了 就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那些牧师都暴露了 由于那远之明的救生共识暴露之后 远之明其实就失去了被魔鬼失去了撒旦 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嘛 所以说很快他就过了几年 但是说很快也也不快呀 也是好几年了 七八年 2014年才爆发他的强奸案丑闻 然后才彻底完蛋了 从2008年开始我开始抵挡他们 当时也是信心不足啊 后来他的丑闻爆发之后 包括唐从文的丑闻爆发之后 然后就采给了很大的信心 当然这个信心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 好 然后于杰的暴露啊 彻底的暴露他的面目 当然他是和远之明一起暴露了 其实是一伙人 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一起的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去分析他 没有分析他 但是他的彻底的从信仰上暴露 其实就是他写的那个95条 我过会要把它95条 就是网上有一个叫做 叫做燕荡归来的弟兄 他写了 约上是五篇 五篇分析于杰的95条 我以前说的是于杰 不是王毅 王毅的95条 他是仿在那个马丁路德 他的那个天主教会上的 这个95条一样 他是学他 他是学他 然后要进行宗教改革的样子 他当然不是在三次会去贴那个95条 他的目的就是要家庭教会 他的目的就是要号令家庭教会 也就是说他要控制家庭教会 控制华人教会 因为三次教会是党的教会 当然不需要他 已经有党已经有控制了他 他当然不需要他再来控制 再控制他 就会党政权 那是派他出来 就是要控制家庭教会 也就是控制这个其他的非三次教会的 也就是说其他的 包括一些真正信耶稣的 就像我们这些真正信耶稣的人的信仰 他当然不会去把这个95条 推到三次教会的门上 他当然是推出来就是要指到其他的 非三次教会的基督徒的信仰 就是他这个95条就暴露了他的信仰的本质 他是假先知假基督徒 他是撒旦的仆人 这是非常清楚来的 所以说宴当归来就写了篇文章 宴当归来他是仔细地分析了他的95条 对我来说因为他本身就是 远之明这一伙的人嘛 我根本就没有耐心去读他的东西 因为他呀 后来我称他这个叫装 插好就是装逼啊 不要逼脸 就是我是说他 说到他的脏话 其实就是的确是 那就是装逼和不要逼脸的 就是想和那个马丁路的比肩 他他其实是川大毕业的 照说了他也是学文科的 他的语文呢 这些应该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只要你们仔细读了之后 他的95条 他里边的语法错误啊 语病啊 最主要是他喜欢用些词 感觉就是用些词嘛 就是说 那个词他理意识啊 又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吧 然后又喜欢装 所以说我们就 我是直接说他是装逼啊 他的文章 这些你可以看成什么 我看了之后 他用个词叫范式 范就是范 范学的范 词就样式的词 哦呀这些词 还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完全就是一个 一副装枪做事的样子 所以说 他的具体的分析 我现在把那个 宴当归来 他有五篇 我快速的留了一遍 你们不愿意听的话 你们就可以直接读 他的那五篇 就是雁当归来 雁当归来写的那五篇文章 写得非常清楚 从语法呀 思想批判啊 非常清楚 第一个就是语病问题 秋雨之福教会 95条批判 语病问题 我现在把它快速的留了一遍 你们把暂停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语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 好 他是有八点九点 好 然后再看他 宴当归来写的 秋雨之福教会 95条批判二 鬼诈的顺服论 这就当然他打着秋雨之福 他就是秋雨之福 归正教会 95条批判二 诡诈的顺服论 好 他写这个目的 其实就是来控制教会 他要拿出他的思想 他这个全是异端邪说 根本就不需要仔细读 当然为了批评他 不懂 对我来说 我根本就没仔细看 我看一眼 我都知道 他那个是异端的东西 然后我再浏览第二个 好 好 好 第三篇 是秋雨之福教会 95条批判 三 良心神学批判 好 我再过 延段柜台 他写得非常清楚 你们可以仔细读一下 这是完全是有关信仰方面的批判 他不像我主要是从他们的行为来批判他 他们在做什么 就是看云 对我来说 主要是看云是天气 我对教育这些 我本身也不是说非常是熟悉 但是只是了解一些基本信仰 而于解他们连基本信仰都要作假 他们是骗子 这是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 如果还要跟着他们的人 那一定会领到沟里 真正相信他们的人 一定会被带进地狱 这是毫无怀疑的 好 秋雨之福教会95条批判 是正教分离说话题 好 我快过一遍 你们要看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在网上可以当他的文章直接看 至少我这儿是全的 国内也应该可能也能收得到吧 如果你们是翻墙啊 国外的就不用说 肯定都收得到 好 第五 秋雨之福教会95条批判 无神学问题 那我再快过一遍 您把视频暂停 都看得到 好 这当时还有一个许多人 还来反对我的文章 这些人就是上当受骗了 就是还帮人家数钱的人 好 我们都流浪完了 这就是 宴当归来 写的 他以前在新浪上 新浪博客 应该没有了 应该没有了 好 然后我再有一个就是 Morris 就是我算什么 他也写了几篇啊 就是有关啊 就是看了 假先知王仪来了 王仪假寓言 为中国做起哀歌的批判 好 我也快速过一遍了 这个 他的文章其实也是总结的很好 他这里边也是 宴当归来写了一篇了 当然我都看过一些 具体 我这会儿不读了 因为太多了 然后我这快速留了一遍 留了一遍 你们在 网络上就 暂停我的那个video 就可以看啊 这就是说假先知啊 这个也是从信仰上 对他进行批判 和我不一样 我主要是 从他们的行为 从以教会卧底的 方面 然后他们从事政治活动 这方面 来批判啊 好 很长啊 很长 我也不可能讲完 只要你们慢慢看 其实这些资料到网上 只要有 想追求整理的 完全都是 都是找得到的 只是大部分人不愿意 不愿意找 好 然后还有一篇 王仪引路猎人定向出击 牧者连属的属灵性质 这是一篇 也是屁王仪的 我也快速过一遍 都是这伙人啊 他们连属连属都是这伙人 他们所有的目的就是在教会制造 民人 然后来控制教会 这个都是把 我都把这些归为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民人 民旺人 那个民人他们不是上帝案例的 他们是世俗 世俗社会 其实也就是掌权者啊 共产党案例的 案例的民人 有人一定会问 说王仪他现在不是坐牢了吗 那好像是 是为信仰受苦啊 大家不要相信啊 这个是周遇打黄盖 周遇打黄盖 我过会儿先把这过一遍 然后再来说几句 这个关于他坐牢的事情啊 然后是王仪 还有没有啊 我看 好像刚才应该还有啊 哦 在 邱与王仪95条的属灵性质 好 这一篇哈 这个 这里面他也提到了 就是 燕当归来 写的95条批判 我前面已经 列了 这是 Morris Morris 他 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来研究他 他们从信仰上研究的比较多 我不一样哈 我主要是他从他们的行为 从他们的从事政治活动上来研究他 因为他们的目的当然就是 为了搞政治活动啊 呃说是就是党用他们来控制 先控制教会再控制 那个华人 这是非常清楚的 没有什么说的 如果看不到这点 或者怀疑这点 要来反对我的人哈 哎 我要把我惹急了哈 我惹急了我是会骂人的哈 呃主要是以前 好 好 基本上主要的文章 呃我都把它列出来了 你们要看 呃就仔细读一下这些 这是从信仰上面写的非常之详细 我再说一下王怡 他坐牢的事情了 因为现在打贸易战呢 呃其实对共产党有很大的挑战 说不定把政权搞垮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说他们的那个活动 他们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其实从远之明呃出世之后哈 就慢慢我看就好像就消失了 这个计划应该是不再使用了 或者是转入了地下 哎 他们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火爆了 因为就在共死之后 他们这些这伙人 没有一个站出来为财人说话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痛苦 哎 他们是为了站在财人说话 那么他们就其实就是背叛了他们的组织 背叛了他们的组织 所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支持财人 所以财人就说这好像是教会和社会 对啊 因为财人不知道现在明白没有 他面对的都是 全都是党员 党员他和他党员的作战 都是党派进来的 王怡也是哈 冯玉剑啊 傅西秋啊 刘同书啊 冯玉剑啊 这些人余杰都是党派进来的 都是派进来的 没什么怀疑 没有什么说的 所以说他这次坐牢啊 我想王怡他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打算 当然这个最主要是 他 他也不能明目张睹的支持远之明 那么他又要想着教会出名 那么他要想干什么呢 他只能是不停的反对党 假装反对党 党呢就满足他 然后就让他去坐牢 坐牢 然后跟家一说 哎呀 我这是为了信仰啊 嗯 然后大家都相信他了 这个骗局就只能这么玩 就是苦肉计嘛 苦肉计玩起来之后 就是让你相信啊 如果他过得顺风顺水 大家都不会相信啊 他天天骂工程 他又不出事的话 大多数人都觉得他是假的嘛 所以说他必须要出下事啊 就那个 然后王爷 我猜他可能他的打算 因为党现在已经有点靠不住了 他就干脆 因为他在民运里边 他也混不下去了 你现在看那个民运政治论坛 几乎没有他们的文章 没有他们的文章 他们混不下去 也骗不下去了 然后他们只能在教会里面混 那么在教会里面混呢 必须要教会混成名人 我想他也是心甘全气坐牢的原因 这样他出来之后 哎呀 我是为了信仰坐了牢 然后他就很 他肯定一定会出国 王爷和于姐一样 他一定会出国 一定会到美国 当然美国要不要他 那是另外一件事 只有可能 因为比如说 这边的运志明被赶回中国之后 那么知道他们是 共产党派过去到卧底的话 那么有可能不要他 那么如果真的不要他的话 他的牢就是白坐了 但是我想傅希求 一定会给他运作 傅希求一定要 给他吹他为 为了信仰坐牢的 然后就让他政治避难啊 或者是达成某种交易 就让他们送过来的话 因为他们本身又是 布什的那个朋友嘛 以前说这是布什的客人 所以说他也有可能 他只有个人要会来到美国 但他肯定不会被枪毙 他肯定也不会 把坐牢 判到吴希腾坐在那里 他一定会放出来 所以说你们 你们不要担心他的安危 但是作为上当受骗的人 那你们就可能很难说了 上当受骗的人就可能 判你几年啊 坐几年啊 当然你们为了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上当受骗的 一定说哎呀我这个坐牢一定是 呃是为了福音坐的牢啊 那其实是骗人的 那伙的人 你们不管你是上当受骗 还是真的想坐牢 都是都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哎都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你们自然而然以后会会成为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哎其实都是钻到教会里面的呢 啊我先说到这里 王仪一定会出来 哎王仪他绝对不会把牢底坐穿 他一定会出来 现在王仪 哎其实他就是由于写了95条之后 他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他不出来也不行了 他只能这么玩 他一定会出来跟于姐一样 好 然后啊现在那就呃 袁志明废了 然后王仪废了 剩下谁剩下就是红一剑 红一剑那么一定是 他是生命记刊主推的 生命记刊主推的 那么现在由于生命记可以揭露的袁志明啊 捞了不少的那个好处分啊 好感分 然后他们 他不是生命记刊也是和谐控制计划的人 也是 一点不用怀疑 以前我们还不敢说 但是现在是非常清楚啊 好 然后我再说一下 就是那个冯一剑呢 以前的就是有个叫杨爱成的人喜欢转他的文章 因为他们转到哪里就是转到那个过转到那个独立评论 因为独立评论是个政治论坛嘛 他们当时是主要是哎我们要拿基督教去改造中国 这就是社会福音啊 然后说是他们的文章啊 就正常发在那里面 但是当时我接了那个我远之明的就算共事之后哈 那个当时杨爱成还来问我在网上问啊 问我哎你这个是真的吗 你还有没有更多的资料 我就是有啊你去看嘛 然后我就把基督教会论坛的那些文章给他看 哎我大概觉得大概2012年以后他看到我的文章 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 他就就再也没有在那个 呃 再也没有在那个呃 就是独立评论上去发表文章了 你们可以在独立评论去搜杨爱成 那上面是可以真的 2012年之后大概2013年之后 就没有发表文章了 就没有发表文章 也不知道他是相信了呢 还是是他们改变了 因为暴露了嘛 哎然后后来在2014年之后才是暴露 他来之前他也许他们都觉得自己暴露了 就没有这么玩了 他们因为其实在呃 在政治论坛已经是凑到家了 但是今天我在那个独立评论上 还有人又在说呃又在说那个 又在说拿基督教去改造中国啊 又在说哈 我先把独立评论打开 你们看一看 你看到没有 民主与耶教没一毛钱关系 民主是反耶教出来的 好你看这儿 呃 看 你看 佛教在东方拉基高民运更受惠 西方民主源头是基督教 是不是 这个全是 你看这说的 你典型如鱼节之流 好 这就是他们又开始了 你看这个时候 基教民运是祸害 看到没有 他们好像开始又要开始 拿基督教去骗民运了 其实就是呃 先这样子叫 这都是基督教和学控制计划的 然后我记得你看这里徐世良 徐世良啊 前的 几年前吧 他当时问了一个人 就是说张寻 他说这个人是怎么的 他说也是 也是拿基督教 他说他的手下有几十万基督徒 啊 哎 我说他是不是也是要搞政治的 他说是的 呃 他在问我 我说那他一定是基督教和学控制计划的 后来我再看哈 那个明镜电视台 还是多维啊 还是什么都在采访的哈 张寻 还是在 呃 美国之音 采访张寻啊 那一定是基督教和学控制计划的 好 然后再再来说一下 那天说那个曼德 就是哥宝胜 这些人哈 以前 其实有那么几年 他们已经基督教和学控制计划 没那么火了 为什么就是远之明出事了吗 原则们说这些人写就算共识通通暴露了 暴露之后哈 他们还是有一点收敛 收敛之后他们就不能做模式了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现在就完全就跑到政坛去了哈 比如像那个 呃 歌宝胜 他就完全做自制节目 就整天就评论了 时事评论 那个张寻也是哈 也没有说 他们都没有说再拿基督教去 呃 搞民运了 呃 但是这两天好像又有点开始了 呃 让我再继续观察嘛 哈 呃 就是捧的三个人 呃 原志明啊 已经完蛋了 汪怡 呃 他也要完蛋了 啊 他坐牢了嘛 他当然还会接着捧他 但是 由于他的95条 已经暴露了为撒旦做工的 呃